执行,這個code 比如說也是一樣,先把它按一個print,這個就是print出去的意思 然後 1嘛 1的話,然後再來就是 1,然後 1是正確的,就是true 那再來的話呢,如果是 這個是 1或2嘛 那這個sex,這個是m 這個and 這個 這個地方應該,我覺得錯應該是錯在這裡,刮鬍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地方變成說,因為它是兩個分開的條件,所以我們要兩個分開的刮鬍給它 有沒有 而且呢 這個地方還要多一個nut 兩個條件 nut這個 and nuts那個 不然的話會變成說,兩個都要同時 成立 有沒有 所以這邊其實說真的,寫這樣子 有的時候 不然用l 也可以啦 我怕你們會搞混,就是在這裡 因為 相反邏輯嘛 相反邏輯嘛 相反邏輯,有時候你正邏輯都有點 搞混了 更何況是 這個多重的邏輯 那這樣我們再把它移上去看一下 這邊 這邊 好,這邊 有沒有跳過去了 還是 這邊的話,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加一個nut的話呢 就變成兩邊都要加 也就是這邊一個and有沒有 然後這邊 也還有一個nut 然後還要再一個刮鬍 就把它夾在裡面就對了 要不然的話就是說 麻煩一點 你多判斷幾次 一副 然後就先判斷這個 然後第2個再判斷這一個 第3個再判斷這一個 第4個 慢慢判斷也是OK的 只是說 城市會變得很 琐碎 所以這邊的話 錯誤應該在這個地方 就是刮鬍的部分 還有再加上nut 記得nut後面刮鬍,再一個後刮鬍 然後這邊nut前刮鬍 nut後刮鬍 那裡面的話就是 這一個 等於這個and 有沒有 sex等於m 或者等於f 這樣的話就OK了 把它跳過去 那後面就直接f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比對一下 是不是跟結果一樣 有沒有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做到完美的話 盡量最後界面的部分 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什麼呢 可以把這個再往上一點點 然後這邊再往裡面一點 做到跟它幾乎一模一樣的話 那就更棒了 就是說 這樣子比較不會被人家扣到分 那比較不會被扣到分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這個地方 可以把這個裡面